嗨 各位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中州运 上一期说了胡广音 今天说中州运 京剧的中州运的依据 并不是元代的中州岳府运运类片 也不是明代的中州运运和中州全运 我们京剧当中所说的中州运 是在中原运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我们说的京剧的中州运 这个说法并不是指的这些运输上面的押运的运 而是指河南化的奸团字音 中州指的就是河南省 在古代河南被誉为豫州 它又处于九州之中 因此叫做中州 大家可能知道河南的大部分地区的语音 对于奸团字音的分别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京剧在咬字方面 第一个注重的就是区分奸团字 如果不分奸团 老师是要骂的 怎么不分奸团字啊 所以呢就把尖团字音称之为中州运 换句话说中州运就是尖团音的一个代云词 正说呢其实还比较理论 为什么我们要有中州运 要有胡广音这样的语言基础 来加持京剧唱强和念白的发展 我想应该是我们的祖辈 前辈的艺术家们 为了让我们的京剧的演唱和念白更好听 更有韵味 所以才让它设立了这样的规矩 而这些规矩就是使得我们的演唱和念白更具有韵味的 你想讲一句话 用普通话来念 它又是大白话呀 加上四声调职 加上尖团字 加上上口字 加上十三道折口 对于这一句话的组合 那它就是非常的有韵味 因此呢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评论 表示出对京剧听不懂 甚至表现出一种觉得我们这个东西非常过时 非常老套 是跟时代没有关系的 那么我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探索 去看一看 去了解了解 去听一听 去学一学 甚至自己可以上手唱一唱 那么有了这些基础了解以后呢 你频频再去做评价 我们不说别的艺术 我们就说京剧自己 如果当年没有那种极大成的胸怀 没有像其他剧种的广泛的学习 包容 接纳 融合 消化 变成自己 哪有今天京剧的辉煌呢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学习的精神 去看待这个剧种的发展 到今天 京剧依然还是在变化发展的进程当中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还是在变化的 这种变化是优化的 是成长的 是进步的 当然所有的进步 成长 发展 一定是反本而开心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固化了 已经城市化了 甚至已经套入化了 这些东西为什么之所以能够被大家喜欢 是因为它是健康的 它是约定俗成的 它已经被称之为经典了 所以我们才不会随便去动它 展开来说的话 这个话题会非常的冗长 那么这两期呢 我们只说胡广云和钟周运 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会说更细致的音韵上面的话题 好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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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